飞艇医生模式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牛射 这把呢我们来玩一下飞艇上的医生模式 我们的左下角有两个按键 第一个是抢鸡腿 第二个是复活 需要我们把鸡腿拉到医疗室复活 内鬼可就厉害了 不仅可以分身 而且可以变成别人的样子 规则呢还是不能到医生 内鬼不能破坏和钻风管 全程不报告不拍灯 看看我们能不能打败内鬼获得胜利 这局小黄是内鬼 我们快跑吧 先去做任务 等有船员被刀了以后呢 我们再出来救船员 先来电梯室做任务呀 小房间里有个共浓的任务 我们做一下 然后看一下任务 医疗室有个下载数据的任务呀 我们来快速下载一下数据 这边的任务完成了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溜达溜达 找一找有没有鸡腿 看到小秦在这边 我们去飞行兵的那里看看情况呀 小子正好过来了 小子居然下来了 那我们过去 诶诶诶什么情况 原来是小黄变的 幸好把鸡腿抢过来了 哈哈小黄跑了个寂寞 诶怎么又被抢回去了 别跑别跑 赶上赶上 我抢抢抢 诶还是慢了一步啊 我们只能绕过去看看了 小区你别过去了 那股就在对面 诶你赶快躲起来做任务 我们去对面看看 小黄到底会把鸡腿藏在哪里呢 顺路做个任务呀 先来倒个垃圾 诶小子你挺住呀 等会上人就来救你了 诶又是小秦 应该是小黄变的吧 从金库出来 鸡腿怕不是在这里面 诶正好这里面有个任务呀 我们顺便给他做一下 等佳小青出去 你看他变回了小黄了吧 我就知道是他呀 因为在凤溪封关口 有个小黄 站着不动 就是他放出来的分身 金色礼帽 黑墨镜 粉 粉背心 小子在下面一并带走 诶你好小黄 下次再见呢 我们快去凤溪 诶运气不错呀 飞行平台正好在这边 再见了小黄 眼巴巴的望着我们离开呀 隔壁小孩都急哭了 诶呦好家伙 急得直接坐封管 从对面过来呀 诶算你狠啊 我们还是溜掉好了 我们直接去医疗室 给小子救回来 应该从仓库那边过去比较快呀 不知道小黄是不是已经绕到过去了 不管了 小子你记住 复活后呢立马掉头逃跑 不要跟着我们呀 好嘞 安全到达医疗室 我们在下面给他复活一下呀 可以了 小子被我们救回来了 我们去外面看看其他人在哪里呀 诶完蛋 小黄跟过来了 不行我们得回头看一眼 怎么小黄又回来了 诶不是 小子 你怎么又跑回去呀 诶你们这都什么操作呀 互相不知道彼此的位置 但是又极其靠近对方 希望小子不会追上小黄 自己反而会被刀掉 诶我们去上面看一看 要不还是去缝隙那边吧 感觉那鬼都喜欢在那边溜达 诶 诶这不是小黄吗 诶一会不见怎么这么拉了 长鸡腿正好被我们撞见 诶你看社长今天的运气多好呀 小黄一气之下 变成小菊的样子 哇好厉害呀 我快以为小菊没有被刀啊 我们应该把小菊随手丢在电梯室 诶不救了 实际上在努力嘲讽中 来来来决一胜负 你的对手就是小菊 诶去吧小菊 小菊加油小菊加油 小菊跑快点 诶我们躲在下面防止被误伤呀 哦小菊失败了 还没跑出大门就又被刀掉了 诶抢过来 看来小黄不熟悉电梯室的路线呀 把自己的路周窄了 来吧来吧 这次小菊的对手就是他自己呀 诶看看小菊能不能跑运他自己 快跑快跑快跑 干扰一下 成功了 小菊终于跑出了医疗室 打破了自己 不能踏出医疗室大门的记录呀 诶我们跟上去看看小菊能坚持多久 希望他能甩开小黄活下去 小菊好像在遛小黄呀 小黄也下来了 小菊凭死力逃出小黄的追击 这点值得表扬呀 我们去做一下任务 怎么又遇到小菊了 你是真的小菊还是假的 做一下任务 诶诶诶不要靠近我们了 哦小菊又被小黄干掉了 诶这小黄你不要老逮着小菊刀啊 抢下鸡腿 可怜的小菊 诶我知道你很害怕呀 但是社长在你活的时候 实在是帮不到你啊 不过你放心 等你闭眼了 社长一定会努力 让你暂时站起来的 诶继续挑战小黄的追击呀 诶直到有那么一次 你能逃出小黄的收藏心 小黄还在后面追我们 我们从货仓照到医疗室 诶小菊说放过我吧 我太难了 小黄你做个人好吗 我都看不下去了 第三次救过小菊 诶不过山呀 小菊你好之为之 我们来上传一下数据 大家挺住呀 等社长的任务做完了 我们就赢了 刚刚和小黄玩的太久了 一直都没做任务 好了 上传完成 我们看一下剩下的任务呀 就成会议室了 我们直接过去 希望其他参与人躲好了啊 小菊躲在楼梯口 小黄不在上面吧 我们快点刀一下垃圾 然后里面还有任务呀 应该是输入身份码的一个任务 看任务条呢 我们这应该是最后一个任务了 快快快 只要小黄不上来刀掉小菊 我们就算已经赢了 31616 我们赢了